創下剛剛看到的是習近平最新的公開談話 但是下個禮拜北京兩會全面戒備 其實3月4號5號就下個禮拜4禮拜5 北京又要開兩會了 兩會連連有 可是今年的習近平又慌又怕 慌什麼呢 他因為要準備建國百年 而且他要繼續連任 他一定要拿出成績單 但他就是拿不出成績單來 所以會從元旦講話 新春的過年前講話 新春團拜 到了講會之前 他特別開了一個表彰大會 繼續的人講的一件事情就是 9899萬人脫貧 他說這是中國建黨百年來 最偉大的貢獻 這個叫標秉史冊的人間奇蹟 講了很多 可是因為習近平講這個脫貧 已經講太多次了 講到沒話講的時候 今天他開始感謝 感謝人太多了 連我們台灣都莫名其妙 陪他吃了豆腐 感謝台灣同胞支持脫貧 我不曉得台灣同胞 跟他的支持脫貧有什麼關係 你就看到習近平 為了拿出一個成績單 脫貧 脫貧 再脫貧 我相信七月一號 百年得檔青的時候 他一定還是再繼續脫貧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怕 怕什麼呢 怕的就是 在這個兩會裡面 整個狀況 會不會有很多狀況出現 包含你看 前兩天的時候 在新華門 六百五十公尺 一個詭異的爆炸 所以現在還有一個禮拜 已經動員了十萬軍警 步步一缸 三步一缸 五步一哨 在整個北京車裡面 非常的嚴肅 非常速殺 而且交通管制到什麼程度 一輛車子如果能夠去北京開會的話 他要走三十七道安檢關卡 連郵件都要被檢查 各種狀況 可見習近平非常怕兩會期間會有政變 然後另外一個還樂他那個王小紅 就是公安部的副黨委書記 還在人民日報裡面特別的講話 警告那些想作亂的人 當然就是江澤民 太子黨 紅二代 說公安信黨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對於這些江派 對於太子黨做個恫嚇 可是太子黨和江派 好像沒在怕的 第二天他是二十三號 王小紅出來 公安要信黨 公安一定會很凶悍的 但是就是說 原來博裕之本 江澤民的孫子的博裕之本 已經悄悄的從香港那邊的總部辦公室 搬到新加坡去了 搬去之後 而且開始要募資六十億美金 繼續撈錢 所以本來在香港搶錢 現在搬到新加坡 繼續搶錢 那搶的這是誰的錢 是黨的錢嗎 是搶的錢 而且他去了那邊之後 他還直接跟習近平對著幹 因為他直接在募款的時候 他直接在下面打了一個 螞蟻金服最早期的資本 就是我們出的 他一點都不迴避 直接對著幹 而且更奇特是 如果他現在是因為香港已經被習近平掌握了 他們這樣逃的話 很多國外的人就觀察說 那可以逃到歐美去啊 他還逃到新加坡是什麼 究竟控管代表他們在香港 是在中國內部 他們裡面還有很多的錢 還可以去控制 這就是習近平對太子黨最麻煩的一件事情 也是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因為香港那個地方 過去是世界的金融支度之一 錢太多了 然後過去很多中共裡面的貪腐的錢 以前很多其他不成熟的國家 貪的錢就是穿到瑞士銀行 可是鄉澤民這些人 貪到錢那邊後繼續去轉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蕭建華 蕭建華在那邊的一個明天系 就掌握了1.2兆元 然後後來2015的金融政編之後 從蕭建華身上 查到了馬屆 國安部的副部長 從馬屆身上又查到了姊慶紅 所以整個香港這邊 這些二代這些錢有多少 對於習近平的政權有多大的威脅 這都是習近平現在非常害怕的 你看博裕資本現在就是跟你堆著幹 我在新加坡 我還是繼續在中國裡面跟你玩錢 錢的遊戲 然後當然習近平在這個時候 他就越來越火大 所以他又點名了李博潭的茅台會 然後李博潭茅台會 在第三次中共政治局的會裡面 透罵了 那個舌尖上的腐敗 為什麼不人自止 顯露背後是不是有後台 那當然有後台 李博潭本身他的岳父 就是賈慶林 而茅台會創辦的裡面的 現在榮譽理事長就是馬雲 第一屆的副理事長還是馬雲 你看馬雲現在已經 因為螞蟻金服目前就是雲 深不知處 而第二屆的人呢 是車封 戴向榮的女婿 是車封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會員 也出事啊 車封也出事啊 也出事啊 他也要再處理這樣 可是你後面才發現 現在連劉長樂 也是茅台會裡面的會員 所以你看這個一弄起來的話 那茅台會的都出事啊 少數人出事 還有多少人還沒出事 還不知道呢 所以才是習近平現在又慌又怕的原因